再貼到,其實我剛剛做了錄製的第一步錄完 錄的動作啦,其實你慢慢可以看得懂上面錄了什麼 第一個就是把那個B3到D15選取 選取的話就點Slater 然後再插入一個圖表有沒有 所以圖表的類型就是直條圖 所以這兩個參數就是直條圖的類型 那主要我們要修改哪些地方呢 再來底下就是在什麼,選擇氣溫 有沒有,你有沒有,氣溫 然後這個,這個Assess Group 這個實際上就負軸,負軸等於2的話 等於1就是主要的那個,左邊的軸 負軸就是等於2 OK,然後呢 那個,它的圖要把它改成什麼 Chartype就是它的圖表類型 改成那個什麼呢 叫做Markus就是那個什麼,資料標記嘛 的折線圖就line 有沒有,所以Excelline的有標記的折線圖 所以其實這上面的訊息 只是說有點像翻譯 所以有的時候寫這個程式 感覺蠻像是一個翻譯人員的 只是說翻譯給Excel看 Excel看得懂,它就幫你做出來了 OK,而且你可以大量的讓它自己跑 而且甚至以後可以寫什麼呢 每天自己跑,幾點幾分自己做 有點像鬧鐘一樣 也就是你可以把那個時間排成好 它就全部通通做了 那等於是說你們現在很多人工作 甚至都可以程式化 時間到自己做 時間到自己做 你甚至不用去找一個人幫你做 你就是寫完程式之後 那它時間到就可以做了 因為它裡面程式本身呢 也有這個功能 就是定時嘛 或者多久都沒有問題 OK,所以其實你會發現 你可以思考一下 現在企業很多人的工作 其實都可以被程式取代 你不要說被AI取代 我覺得被程式取代 那機會當然是更大了 而且你會發現現在很多公司 他們要人 要找人的話 通常是希望 找那個會有寫程式能力的人 為什麼? 因為會寫程式的人 象徵呢 就是效率一定會 比沒有寫程式的人來的 應該會快很多了 OK,所以你們可能要慢慢 要看到這個區隔 因為以往 當然以前那個年代 你父母親的年代說 你要找人 一定要會 不要是文盲 一定要四字 慢慢的話 進入到電腦時代 一定要會電腦吧 現在不會電腦 怎麼找工作 對不對 沒辦法 在下一個階段 因為慢慢進化嘛 可能下一個階段就說 會不會上網 上網應該誰不會嘛 可是問題哦 前一個世代 你們有一些老一輩的 他沒有學習的話 當然就不會 那在下一個階段 那到你們這個世代的話 可能就是 你會不會寫程式 慢慢的話 會變成一個基本配備 會跟不會哦 慢慢變成說 決定你能不能得到 某一些好的工作的 決定的部分哦 所以像有些那個台積電 我發現那個台積電裡面進去的人 哇 第一個一定要會寫程式 不會寫程式 可能還進不了台積電 因為我認識好幾個 問他說 他們後來學其他像Python 他說 他那個VPA已經變成基本配備了 變成說你一定要進去 你一定要會這些程式 否則的話 可能進去都是一個問題 OK哦 那再來的話呢 改了哪些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哦 大概第一個哦 這個地方 就是 哪個坐標 有沒有 所以這兩行的話 這個是左 這個是上 左上角 然後這是寬乘以10 這是高乘以14 OK 所以哦 如果你錄下來哦 假如說啦 你實在是不會寫的話啦 至少你錄完程式之後哦 把這個東西貼到這邊來就OK了 貼的話記得哦 豆點一直到這裡 有沒有第一段 第二段的話呢 就是在這個下方哦 增加什麼 會是那個 怎麼呢 修改那個標題的名稱 跟它的字的大小 就把這個哦 把它Ctrl C 這三行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裡 這樣的話就大功告成 我跑一次給各位看 其實沒有很困難 再來就是 再把那個刪除圖的部分加上去 刪除圖的部分的話 前面有啦 所以你們自己再找一下 刪圖 記得好像這個 因為我這邊裡面已經有寫過了 所以我就 直接取用那個 刪圖這個 在這裡 我剛才把這個搬到這邊來好了 OK 然後呢 再來就增加兩個按鈕 這一個 就叫組合圖好了 這一個就叫刪圖 然後我就按右鍵去指定它 按右鍵 這個是指掉這個 刪圖這個 好 那我按一下它 就有了 這個 你看一下是不是F 我把它拉過來一點點好了 F2 到歐欄 然後呢 高的話第二列到第15列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 刪除圖 這樣就OK了 所以這樣子 今天大概作業 就是完成所謂的那個氣溫雨 台北的氣溫雨降雨量 這個做完當然 下一次上課的話 可能就是不只是台北啦 如果今天除了台北之外 我還希望什麼 希望知道高雄的 有沒有 台北跟高雄有什麼差別 你可以看到台北的話 最高氣溫好像 大概就落在7月吧 可是你會發現 那個高雄的氣溫 好像整年都是很高的 都是3 哇 都是這麼高 有沒有 你會發現從幾月 從3月以後就開始一直高高高 高到12月還有20度以上 有沒有 其實大概比較會冷一點的 好像就是幾度 在1月好像比較冷一點 那降雨量的話 你會發現 應該說集中 你會發現 10月、11月、12月 1月、2月、3月 幾乎都不下雨了 所以高雄好像 可是今年又沒有台風 所以6月、7月、8月、9月都沒有下雨 所以今年好像南部已經旱災了吧 OK 就是幾乎沒有水了 好 這個當然是下個給大家講的 所以請各位 今天的作業就是 完成那個組合圖 跟這個刪除圖的部分 只要做台北的氣溫跟降雨 當然我們未來是希望 可以把25個全部做完 最好是一個按鍵按下去 全部就自動完成了 那你就不用人工再全部做過一遍 畫面先還給各位